记者沈泰瑶台北报道,针对今天凌晨北市警大动作排除抗疫劳机法修法民众,并有多名律师也遭警方以不明原因带走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说,成抗是国民权利,但不能堵住干线交通,这超过他忍受范围,因此昨晚间接获北市警局长报告后随即下令排除,他更呛声有本事把群众带出来就要带回去。 对于北市警强势作风IP威权国家科表示今下午会有检讨会议,同时讨论与中央的权责划分问题。 昨天劳工团体发起我姐汉过劳,你功德个屁,虽然主办单位撑在六点就解散,但集会民众不愿离去,转进西门町及北车一带,造成交通大乱。 群众今天凌晨聚集在台北车站东三门,警方劝离部分抗议者被拖上警备车,约带回80名民众。 律师柯文哲今天一早出席运动反独公益员游会后,谈到昨晚间北市警在北车强势逮捕劳团成员,包含多名律师。 柯在受访时一再重申,称抗是国民的权利都尊重。 其他部分可以执法从宽但堵住,瘫痪但险交通超过他的忍受范围,这不行。 他谈言昨晚间九点多接到北市警局长报告后,随即要求排除。 他也不客气说有本事把群众带出来,就要有本事把群众带回去,不能解散后还在街头游窜。 针对警方在执法过程中守法粗暴,疑似由女性成员上,一在拉扯中被脱掉,有律师更在经召开记者会痛批逮捕律师,威权复辟,逮捕律师。 警察国家科表示有各种声音,各种意见,就把所有问题摊开来讨论,面对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,让问题法制化,制度化,合理化是目标。 至于过程中,中央有没有介入协助,可直言过去常有全责划分问题,趁这次就大家坐下来讨论,看现场到底怎么划分责任。 今天下午六点内部会有个初步的检讨会议。